讲空两桶的质量怎么算哦 好 来 空两桶的质量 你又没有发现这个数字很奇怪 这个数字它 很不好算 就是很不刚好 什么意思叫很不刚好 你看 二十 直接 一开始是五 五之后直接跳二十 二十之后跳四十 四十之后跳五十 所以很难算 所以像这种的时候 我们就先去看说 我们可以自己改 也不是说自己改数字 自己加 你自己看 四十变到五十是加多少 加十ml 对不对 那 我两桶就从多少 八十六变到九十四是加多少 加多少克 加了八克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吗 所以意思是说我加十ml 我上面是加十ml 底下是加八克 上面是加十ml 底下是加八克 所以我往回推 二十跟四十之间会有一个什么 三十ml 请问三十ml的时候它会是多少克 我就回去算了 所以我减十 四十变三十 减十ml 我底下就要减多少克 减八克 所以八十六减八就变成七十八 那一直回去减 减回去 然后你看 所以你在看 三十减去二十 三十减十变二十 七十八减八 是不是变成七十了 那就算对了 那我就是没有错的 OK 二十再变回去 十 二十再变回去 十 就我这边要减多少 一样再减八嘛 所以就变成六十二 对不对 变成六十二 那十再变回去 就变成零 减十 再减十就变成零 所以六十二再减八 你就会得到多少 五十四克重 所以你的空两桶质量 因为零ml就代表空两桶了 所以空两桶质量多少 五十四克重 这样清楚了没有 汉深差一点点 对啊 你为什么会算五十五 好奇怪 汉深差一点点 来 再来 好 这个空两桶的会算了吗 空两桶的已经会算了吗 我希望你们会 OK 因为 我要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 我再出一题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会了 好 再来 往下 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说 现在我们要算密度 我们刚刚说密度等于什么 密度等于 它的重量除上体积 我们就去想 我加十ml的一体 OK 十ml一体 请问重量会加多少克 重量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 加十ml 我重量会加八克 所以重量会加八克 那这样子的话 就直接拿 重量是八克 除上多少 除上十ml 你就会得到 0.8 那 0.8克 每磨2 不是 不是每磨 每ml OK 那有些人也会写成 五分之四 我也算你对 五分之四也可以 那 对 所以 答案是多少 0.8 那单位你写不写 其实没有关系 单位你又写 我也算你对 没有写我也不会扣你分数 这样可以吗 这样清楚 所以这种题目 一定要 拿到分数 因为不难 OK 真的不难 只是 加加减减 乘乘除除而已 加减乘除 就这样而已 所以 没有很难 你要看得懂题目就好了 看清楚 好 我给你们一题 那你们自己回去做 我就不再讲了 OK 我再给你一题 你自己回去做 我不讲 我之后我就 我就不再讲这一题了 然后呢 那个什么 你自己改数字就好了 OK 我这边就擦掉 我再给你们一题 然后 给完之后 我就 讲下一种类型的题目 我就要讲 密度的题目了 不是讲 浓度的题目 来 现在 先改数字 OK 我改数字 我随便改 OK 我随便改 我也不知道会是多少 5 然后变30 然后变35 然后最后变40 OK 数字很不好算 OK 可是你如果会就很容易算 好 然后5的话 我是多少呢 30 我就 然后 好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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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我要想一下 10 好了 然后 剩下你自己算,我就不讲了 我就不讲了,然后你算完之后,等一下 九点之后,你把答案告诉我 或者是等一下你有时间把答案告诉我 我就跟你说对还是错就好 所以这一题就这样,等一下你自己算了 我们现在往下一题,再看另外一题 不然我们今天只讲一种题目,就太浪费时间了 好,再来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他说有一个糖水 糖水的溶液是200克重 浓度是50%,我要稀释成20% 请问我要加多少克的水 OK,来,我们来看 还是我讲第四题好了 我讲第四题好了 因为第四题也是讲密度 刚刚那一题也是用密度 所以第四题也是密度 那同样都是密度的,我们今天一起讲 明天我们再讲浓度 我们再讲刚刚的那一题 我们讲第四题 好 把纸放大一点 来,冰块 像这种题目,我只会出在冰块 为什么?因为只有冰块溶解变成水 它才会,密度才会变化 其他物体,我不会出这一种题目 OK,只要出这样子的题目 冰块融化还是这样 一定就是用水 OK,一定是用水跟冰 所以你要知道 OK,来,首先我们来看 它跟你说冰块的密度是多少 0.9 所以我这边写 D冰块 D density 冰块的密度 0.9 来,我现在问呢 它说冰块,它拿多少冰块 它拿100cm三次方 100cm三次方 其实就是100ml的意思 OK,如果你觉得ml你比较看得懂 OK,就用ml 用CM三次方也可以 它说拿这么多的冰块 放到哪里? 放到100克的水 所以,好 我们先看懂题目 水是100克,我用蓝色 所以你知道说我这边有 一杯水 水是多少克? 你就想说 你不见得是要水 可以吗? 你可以用什么? Cook 就是那个什么? 你的饮料 OK,饮料 假设就是 或是奶茶 OK,好 就是我们就用奶茶 就是奶茶 奶茶多少克重? 100克重的奶茶 那我这边虽然说是奶茶 可是你就把它当做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水 OK 那你想要喝冰冰冷冷的 那个什么奶茶 所以你加了多少冰块进去? 你加了100cm三次方的冰块 那这个冰块我就用红色的 OK 冰块我放进去里面了 OK,冰块放进去里面 冰块放进去里面 冰块多少? 冰块总共有100ml 懂我意思吗? OK 来 我们会发现 冰块它会融化变成水 就融在奶茶里面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结果是怎样? 结果会变成这样 结果会变成 你还是有一杯 奶茶 这边还是有一杯奶茶 那奶茶的话 原本是100克重 可是因为你的冰块融化了嘛 融化了之后 你会再加多一点点的冰块的重量进去 OK,假设这是冰块融化变成水之后 总共有这么多 来,请问总共 这里总共是多少 体积总共是多少 CN三次方 那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我就要拿什么 拿冰块的体积 融化之后的体积 融化变成水 融化变成水之后 融化成水之后的体积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原本 OK,加上什么? 加上原本 里面就有100克的奶茶了嘛 懂我的意思吗? OK,懂我的意思吗?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来 所以这一题 那什么? 你试着算算看 那我也会讲怎么做 我以为你会讲 carta